符合時代潮流 符合平等原則 開放教師兼職 爭取開放代理老師兼職工作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18號在立院指出 代理老師一年僅領十個月的薪水 在暑假七八月份是沒有薪水給付 加上受限於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因此無法在暑假期間在校外兼職工作 而這也直接導致代理老師們暑假期間 經濟嚴重出狀況 不僅如此 依照目前一百一十二年行進公務人員 退伏薪制來看 退休金個人帳戶制恐怕過了八十五歲之後 就會用光 因此無法兼職工作 也漸漸影響代理老師們的退休權益 代理教師他們一年大概只有領十個月 到十個多月的薪資 他們有一個月到兩個月是沒有收入的 那其實這樣是對他們的基本生活 還有他的家庭生活經濟是已經 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他的退休金的部分 他也是自己要想辦法準備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說沒有辦法 在平常讓他有堅持的機會 其實對他們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 位在教育前線的代理體育老師就表示 若學校在暑假期間沒有為代理老師 安排課程或規劃 那恐怕老師們就真的要陷入整整兩個月 沒有薪水的困境 公圍期望基層代理老師能有更健全完善的教育工作環境 呼籲教育部趕緊撤除相關禁令 讓代理老師暑假期間不用再時刻擔心整體問題 人生老報的普拉綠洋立法院採訪報導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